每次露营都会让我停下脚步重新思考 在这个时代 作为父母能给孩子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呢 东哥小着跟我说 那肯定是适应能力啊 无论什么样的环境 孩子总是要靠自己去找到方向 作为父母 我们只是他探索世界的领路人 在新手村的时候 提供各种道具和练习机会 慢慢点亮他们的技能点 曾经听到这么一句 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 那就是父母的爱 正如小时候妈妈常对我说 孩子啊就像风筝 他会慢慢的把线越放越长 风筝飞啊飞啊 最终他翅膀硬了 就会自己飞走了 我也希望重重 成为一名独立 勇敢的女性 像我们一样 去尽情探索这个美好的世界 你要抱抱看什么 她就去了 她就去了 在哪呢 你追给爸爸看 在这里 哇 你们怎么发现 这么小的宝宝 我看见小婢子了 嘴巴在哪儿 嘴巴在 嘴巴在 嘴巴 嘴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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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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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妈妈虫吃什么呢 嗯 妈妈虫吃什么呢 妈妈虫吃什么呢 我没有害怕 她的表情是什么表情 冲冲你学一下 她是什么表情 冰冰 把它放在地上吧 现在小朋友们把猫猫虫放回去了 你交到好朋友了 Toto 嗨 你叫什么名字 Herry Herry 很高兴见你 好 大多 Nelly是Toto的那种 很高兴 很高兴 清晨 大家吃完早饭 突然多了个幼儿园 今天这个会比那个船更漂亮 好可爱 这个很好玩 这个好好玩 超刺激的漂流 翻不翻带我 翻不翻 我想让你翻 你就翻 十块钱一次 大家开始收买门票 二十块钱三次 今天抽变 这么致富啊 你们好 我们打工人 昨天量了一晚上 打工人如何致富 我觉得你们不需要下水了 你们都在这儿浪吧 咱们在这儿浪 我们上来了 猪人 大家好 签头 明天 我要去 我覺得他們都不需要下水 我要去 我要去 掰掰 隔壁也鄰居走了 Martha 他們好玩嗎 下一波 Komi 阿妮卡 看看你們會需求什麼 沒有人回來 你們自己游回來也行 他們拍的照 他們看也太好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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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